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进入Linux插搜系统的第19讲 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文件管理命令里面的过滤与统计 那么有两个主要的命令,一个是GRIP进行过滤 它可以查找文件或者输出结果里面的包含某个字不算的信息 然后还有一个是WC,它可以统计行,统计单词,统计字符 那么到上节课为止呢,我们整个文件管理的相关的常用命令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从本讲开始呢,我会给大家介绍系统管理的命令 在我们Linux插搜系统基础篇里面呢,对于系统管理呢 我们只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最最常用,最基础的一些命令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系统管理里面的这个日期时间和进程查看 那么日期时间和进程查看的相关命令呢,主要有三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是Date Date呢,它是用来显示我们的当前日期 然后Car呢,是显示日历 那么Car呢,有三种不同形式 Car后面呢,如果跟上月份和年份呢 它显示的就是这个年份指定的月份的日历 而什么都没有呢,它显示的是当前年的当前月的日历 而如果只是给个年份呢 它会显示整个这一年的所有的月份的日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无缸图系统 我们来看一下啊 用终端,W终端2,我们登进去 已经登录了哈 好,我们看一下Date 你看现在显示的时间是星期三 对吧 星期三 然后9月23号是今天吧 但是这个时间好像不对 对吧,2015年 但时间你看 这是PDT,这是Wrest 时间不对,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知道当前的时间现在是10点过 那这个时间它是哪来的呀 所以这个时间它是指的当前你这个Linux无缸图这个系统里面 你自己所设定的时间 那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回到图形界面 在这儿,你看 是不是这个时间 那这个时间它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你看它的时间的地点都不对 对不对 这个地点下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选什么 选我们国家吧 比如我们选上海 你看现在是10点过 对不对 而且你还可以设的时间 你24小时的字面 你也显示出来 对吧 关闭 OK 那现在你再来看一下 这个时间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了 对吧 OK 好 这是我们说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日历 你看 现在我什么都没给 它显示的是不是就是 今年当前年 然后当前月 9月的日历 并且 今天它会用一个白色背景 高亮显示 对吧 那如果 我们给一个 20 我们给一个 我要查看2008年8月的日历 你看 它是不是就是 给的2008年8月 对吧 那如果我什么都 没有 我给个年份 它就会给出 2015年 什么 所有这一年的 每一个月的日历吧 对吧 你看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关于什么 关于我们这个 日期 还有这个日历 对吧 它的一个命令的使用 然后进程的查看呢 我们说是PS PS它是列出当前系统中 已经在运行的进程 什么是进程 进程它是指的 可以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 就叫进程 并且是在系统中运行的 那这个PS呢 它也有很多选项 那么我们常用的呢 就是杠1 它是列出 正在运行的进程 而杠F呢 它是列出一个 完整的进程列表形式 而杠U呢 它是可以查找出于 某个用户 启动的进程 而另外杠AUX呢 它是以另外一种 方式来列出一个 完整的进程列表形式 它与杠F还有一些不一样 以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PS它本身也可以 不用什么 不用跟任何选项 不用跟任何选项的时候 它列出的是 与当前这个终端相关的进程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 PS什么都不跟 你看它列的是什么 与当前终端相关的进程 对吧 你看它列出的信息 但有PID PID是指的这个进程的ID号 这个是由系统自动分配的 超系统自动分配的 然后呢 是由这个进程 是由哪个终端 启动起来的 你看DTYR吧 只有我们当前这个终端 那什么进程呢 这个CMD代表的 就是进程的名字 进程的这个执行的 这个程序名 一个是BASIO吧 比如说我在这个终端 是不是运行的BASIO 我肯定要运行CMD才能执行命令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PS是我刚刚执行的 而这个TIE是指的 这个命令 这个CMD和这个PS 这个进程 它所占用CPU的一个时间 也就是它执行的时间 好 这是我们列出 与当前终端相关的 然后如果我列出 1呢 我们说它是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那就多了 对吧 整个系统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你看 很多 那你想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可以让它交给一个分页 more 你看 它显示的信息也是什么 进程号 终端 时间和CMD 对吧 你看 系统里面所运行的进程非常多 对吧 进程号 12345 对吧 9 对吧 然后你看TTY 这些所有的这些进程 你看 它的TTY都是问号 什么意思呢 问号的TTY 代表的这些性能 都是系统级的进程 它不是有哪个终端 它都是系统 在启动的时候 系统后台的一些进程 然后这有很多的进程 那第一个人家初始化进程 这个也是我们 Linux操作系统 它加载的时候 第一个要运行的一个进程 好 那我们可以空格翻页 对吧 翻页有很多 好 好 那么另外一个PS 干F 我们说它是以完整列表的形式 列出 那你没有加1 它肯定不会列出当前系统所有进程 对吧 我们说它列出当前终端相关的 但终端相关的进程呢 它的信息会列出的更多 它列出了什么信息啊 第一个它会列出这个进程 它所属的用户 就是这个进程是由哪个用户启动起来的 是吧 它是我WG启动起来的 这两个进程是我WG启动起来的 对吧 中断2 然后这两个进程的ID号 然后呢 PPID是什么 PPID是指的这个进程的负进程 然后CS标志位 然后CS它也是指的这个进程的启动 时间什么时间启动的 对吧 然后这两个是进程的程序 具体执行的程序 和他们占有CPU的时间 对吧 然后你看你通过这个负进程跟负进程之间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这个PS-EF是在什么 是在这个CIO上运行的吧 所以你看它的负进程是什么 这负进程的编号是2640 刚好是这个什么 CIO 8CIO的这个编号 对不对 啊 好了 那么这是查看当前终端 那如果我想查看整个系统呢 我是不是就是-EF 然后呢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 我是不是要默 深夜 你看 好 通过现在通过这个信息 你看到啥 看到了吗 系统启动的这些进程 对吧 你看它的用户都是属于管理员 超级管理员 对吧 ID号 然后你看它的负进程 负进程只有前面两个进程 初始化进程和这个线程 这个级的一个进程 它是由系统启动起来的 你看它的负进程是零 而后面这一系列的这些进程 你看它的负进程都是谁 都是二吧 对吧 然后启动时间 啊 启动时间 你看启动时间就不是现在时间了 对不对 然后TTY都没有终端 他们是系统级的 对吧 然后他们具体执行的程序命令是什么 对吧 啊 你通过这个 你通过这个你看得出来 进程与进程之间 它是有负子进程的这种关系 对吧 而且你通过这个PS-EF 你可以查看到系统的这些进程 他们之间的关系 你看从三到四十 它的负进程都是第二 也是先有它 才会有这些 对不对 先执行它才会有这些 你看很多都是二吧 然后还有二 然后你看还有一的 你看还有一的 对吧 像这些进程 它的负进程又是一 看到了吗 啊 然后你看我 我启动 我们用WG自己的这几个进程 对吧 你看 它的负进程有1 对吧 啊 1943 1943 1943是什么 你看 初始化 对吧 你看这些这些进程都是在1943上出现出来的 对不对 你看还有我们其他的绘画的一些进程 啊 对吧 啊 这都是我们系统的 啊 跟用户 我们这个用户相关的 你看这里面还有 我刚才自己 所运行的这个PS-EF 对吧 3823 你看它的负进程 2460 2460是谁 Basio 对吧 以及我刚才运行的这个more 它的负进程也是Basio 对不对 也是中的2 启动的 啊 OK 这是PS 啊 那么我们说 PS它还有 什么 PS-A-U-W-X 你看这个它显示的是什么 显示的信息更多吧 那我为了方便 我是不是也可以 把它交给more 来看一下 你看 它显示的信息是哪些 用户 对吧 它它显示的名字不一样 但是也是指的 当前这个进程 它 启动这个进程的用户 或者是所属的用户 对吧 用户名 root 对吧 你看这个进程 然后它的这个进程显示的是 是吧 显示的这个进程的名字 对吧 叫command 然后它也有进程编号 对吧 然后但是它还显示了什么 百分CPU 百分EME 什么意思啊 百分CPU是指 它占用CPU的百分比 就这个进程运行 它占用CPU的百分比 和它占用内存的百分比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它还有这个VSZ 对吧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指的 进程页的 进程页面的这个空间大小 它所在进程页面的空间大小 RSS呢 是指的进程 驻留在内存的大小 就进程在内存里面的大小 然后这个也是 它启动的终端 然后呢 这个是它启动的时间 这个是它 在用CPU执行的时间 而这个呢 State你看多了一个状态 状态 State是指它的状态 它的状态有哪几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的状态 进程的状态呢 分为这么几种 一种是S S代表的是休眠 代表的是Sleep 休眠状态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它还有挂起状态 T 还有什么运行状态 O 还有这些状态 挂起运行 然后还有Z 僵死状态 你看现在这些进程 都是什么 睡眠状态 对吧 睡眠状态 运行状态 OK 那这个是我们对于 PS 达到一个 进程查看的一个介绍 那么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本讲的内容呢 也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么本讲主要讲的 就是这个日记查看 和进程查看 感谢大家的收听 好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